我們這集來看一下 中美關係 大家所關切的 也就是在慕尼黑 德國慕尼黑 有個安全會議 這個在這幾年 其實是非常重要的 一個場合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 跟中國的外交部長王毅 在這邊舉行會晤了 兩個人握手 來各自的拍照 雙方就中美關係 台灣 南中國海 就南海 北韓跟中東問題 一系列進行了坦承 跟建設性的討論 每次都這樣講了 美方尤其是對外說 中國支持俄羅斯 對於他這個侵略 烏克蘭表示的擔憂 然後但是王毅說 美方勿以惡小而為之 勿以善小而不為 要求美方不要把去風險 搞成去中國化 那會晤是坦承實質跟建設性的 你看最近這一連串 一個月之內有三次的中美的高層 1月12號是劉建超 據說可能會接外交部長 見了布林肯 1月16到17是王毅跟蘇利文 在曼谷見面 2月6號 16號這就是昨天 那王毅跟布林肯在慕尼黑安全會議 這個見面 那中美見面 可是FBI這邊馬上有他的動作了 在慕尼黑安全會議的時候 布林肯跟王毅見面 可是FBI就開始在同時間 批中國的這個駭客 在這個會議上 FBI的局長瑞伊 各位這位FBI的局長瑞伊 公開的在慕尼黑安全會議上說 中國大陸俄羅斯的網路攻擊 把網路的手段 把傳統間諜跟經濟間諜的活動 結合 然後干預選舉和跨國鎮壓 結合起來 因此他是認為 中共正在全力破壞 法治世界的安全 這個指控很嚴重 這個指控很嚴重的 但是他指出了確實的證據嗎 還只是一個口頭上的說法 美國參議員要求 他必須要來阻止中資電商 Shame 這個是一個大家都知道 賣這個就是低價的這些衣服 但是事實上品質非常好 在美國上市 要求必須要披露 在華營運的風險 這個讓我們想到那個時候 Carton在質疑 就是TikTok的新加坡的董事長 聚焦美國總統大選 英國就研究 大陸大陸影響力的作戰行動 加劇了美國社會分裂 美國社會分裂是中國大陸造成的 OK 這是英國的研究發現到的 一直企圖影響 利用AI跟許多社群媒體的帳號 在11月份美國總統大選之前 要加劇美國的不滿跟分裂 哇 滿厲害的 OK 那是真的如此嗎 可是我們現在看 這兩位總統候選人 川普 拜登 各國更擔心拜登 就是各國跟拜登更擔心 這個川普這個當選 戰爭 中國 川普 這是歐美國家的三大因應 那川普的表演如何呢 他說他有兩分鐘 兩秒鐘 對不起 就可以讓拜登趴下 怎麼說呢 我們看一下 兩秒鐘 其實他的意思是說拜登 其實健康真的有問題 因此有進辦的選民認為 民主黨會因為健康的問題 來換掉拜登 有可能嗎 最新的民調 進辦的選民認為 目前已經81歲的拜登 不管是在心理 還是生理的健康上面 都可能使得在11月大選之前 被民主黨給換掉 因為他的健康問題 現在是大有疑慮 所以這些問題都會造成 後續這一整年來 美國的總統大選 影響到世界的局勢 韓濱 我覺得中美之間當然 就是有必要彼此緩和 緩解彼此之間的緊張關係 特別是對美國來講 現在的需求恐怕更迫切 因為拜登現在是內憂外患 都不停 他如果跟中國關係 繼續搞壞的話 對他11月的大選 我還真的不知道要怎麼選 他現在美國自己內部的問題 就已經讓他焦頭爛額了 可是問題是 雙方真的有辦法和解嗎 我還真的覺得滿難的 特別是王毅宜用 物以惡小為之 物以賽小為不為跟他講 美方如果知道這句話的出出 大概會氣死 因為這是劉備對劉產講 他直接把美國當阿斗 對 不過美國人大概不懂這個東西 我是認為美國一直就是搞這一套 就是表面上我要跟你緩和關係 可是我一邊跟你緩和關係的時候 一邊罵你 一邊把你罵得很慘 把你罵得禽獸不如 我就覺得奇怪 你一直用這一招的話 人家到底要怎麼跟你和解 我就覺得很納悶 你到底是想要和解 還是不想和解 看起來拜登現在越來 有一向柯文哲 今天說這一套 明天說那一套 這樣有點搞不清楚狀況 但是我覺得 你們可不可以指控 可以的 那就你指控這麼多年 總該給我們一些確切的證據 證明就是他介入你的大選 或是怎麼樣 然後美國從幾年前 就一直不斷講說 中國介入大選 俄羅斯介入大選 那證據為什麼都拿不出來 這也是讓我們覺得很奇怪 這個現在他們這個議員 其實如果單純只是要 他按照美國的方式 披露一些相關資料 這個要求是合理的 因為你要在美國上市 可是你知道這個議員 實際上市要幹嘛 你知道 他要這個公司承認 他要使用新疆棉 他一承認他也不用上市 對不對 不就是這件事嗎 所以從頭到尾這個參議員 就是不準備要讓他上市 他的目的就是這樣子而已 所以你真的把別人 都當傻瓜嗎 至於說拜登的健康問題 我覺得這個不是 川普雖然是用嘲笑的方式 可是他的健康狀況 真的是讓人家覺得滿擔憂的 因為他經常會搞不清楚方向 搞不清楚狀況 甚至好像常常讓人家覺得 他不知道自己現在在幹嘛 不知道自己身在何處 所以我真的覺得 如果拜登沒有辦法 趕快讓大家對他的健康 那麼裡面他凸顯了非常重要的訊息 首先第一個方面的訊息的話 就是說中美之間的話 都不願意秉除 就是像民黨一樣 死無來往的這樣子的一個 一個溝通的方式 他們是希望能夠有溝通方式 然後第二個的話 我覺得中美之間的問題的話 越來越多 除了大問題 小問題 包含我們這邊金門的問題 各方面美國派出了很多特種部隊 在金門 甚至於包含我們金門的漁民之間 出了人命的問題 這些本身來講都需要談 也是非常重要 然後第三個的話 我覺得有一個非常重要的 一個原則就是說 大陸對於美國的態度 已經習慣了 他們永遠是和諧 實質 有創意 永遠是講這句話 就是在我們今天看的 也不太例外 所以說這裡也就說明了 他們的接觸當中 是一個必要的日常性的一個措施 但是這裡頭 我必須要講一下 習引這個公司 大家知道的話未必很熟悉 但是因為 我覺得這個公司的話 本身發揮的就是說 把大陸拼多多的效能 發揮到全世界 這個效能本身來講的話 因為你在整個網購的環境當中 我現在也開始採用網購 也做了不少的網購 這個網購本身來講 它的好處就是 你可以選 可以退 而且很便宜 可以比價 那麼習引本身來講的話 想要在美國上市 其實說一句良心話 現在大陸其實很多的公司 都不是那麼鼓勵在美國上市 因為他遭遇到的問題 風險會比較多 但是習引這種公司的話 他本身為了要走這個國際化 要在美國上市 現在準不準的話 其實我覺得是一個雙方面 都可以看到的問題 關鍵是的話 如果你設下陷阱 對美國人來講的話 這就跟Ttalk的道理是一樣的 拜託說Ttalk不好不好不好 結果自己賣著老臉在那邊 二選一回答 也是用Ttalk在發表 還在做競選 對 結果就為了選舉 因為現在本身來講 這個有沒有選票 才是事情的關鍵 所以你從這個角度來講 我覺得為什麼大家會覺得說 其實川普年紀也非常大 川普的話也年紀多少歲 但是川普為什麼喜歡笑拜登老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說 他這樣子講是有票的 為什麼大家都會覺得說 他做這種事情的話 這個拜登確實是有點老糊塗 拜登前一陣子 連埃及跟墨西哥都搞不清楚 在那邊的話 鬧了笑話非常多 而且的話 自己拒絕做認知測驗 連馬斯克都講了 你每天提這個籃子 倒是說要發動核武器的人 你的認知上有問題 這個問題不嚴重 最嚴重是他的副總統賀錦麗 賀錦麗居然講說I'm ready 他準備幹總統了 哇 那還得了 大家想一想 賀錦麗來當總統那還得了 那還讓拜登當吧 所以說川普本身借這個機會 狠狠地羞辱他一頓 就說我吹一口氣你就倒了 根本就不要兩秒鐘 反正一口氣大概就一秒鐘 這裡面的話 對於拜登進行了很大的侮辱 到目前為止 很多人都做好準備 也大陸在內 台灣在內 全世界各地都要做好 美國總統可能要換人 換上一個大家 已經感覺到非常可怕 最主要他是不確定 唯一確定的事情 就是他這個人不確定 這種情況 川普震撼 會不會震撼到全球 似乎已經開始了 李將軍 這穆尼黑會議 我先跟大家說明一下 其實他是每年都會舉行的 他主要是提供各國的一個 政要領袖 在這邊做一個全球的一個 安全一個座談 然後彼此互相交換意見 我們其實他的風向性 風向指標性比較大 大概不會有什麼具體的簽約 或幹嘛這些協議 我們從今年跟去年做一個比較 去年的穆尼黑會議也是布林肯 跟王毅兩個人見面 但本來他們要談的是俄乌戰爭的 後來因為什麼 因為氣球事件 大家應該都還記得 結果兩個人只是在 在廁所門口聊了15分鐘 就結束了 去年那個時候 好像沒有什麼 得到一個具體的內容 今年比較好一點 雙方來講 確實有坐下來談 我們既然是風向性指標的 一個安全座談 我們聽聽看他們兩個談些什麼 他們兩個談的我們是聽不到 可是我們來講的話 這是很明顯 中國方面並沒有表達 任何新聞稿出來 所以雙方談了什麼 反而是美國的國務院 這個新聞工作室 他提了一些 說了一些他們之間的 一些具體談的東西內容 我們從裡面來做一個推銷 第一個他們說要落實 這個習拜兩個人 在舊金山會談的一個落實 我覺得這件事情代表什麼 代表其實就是拜登要選舉 拿中國習近平當背書 表示說拜登在外交上面 還是有所成就的 跟中國來講還是有建立一些 某一些聯繫的管道 有所成就 我覺得這個是布林肯第一個 要做的動作 他特別提出說 去年來講的話 拜登有跟習近平有見到面 在舊金山會談 第二個他特別表示他擔憂什麼 擔憂就是俄國的戰爭 俄烏戰爭裡面 他擔憂中國支持俄羅斯 中國到底有沒有支持俄羅斯 我們現在不敢講 因為沒有具體證據 可是大概我們心知肚明 可能兩個黑熊在打架對不對 北約國家提供烏克蘭這麼多的軍員 然後俄羅斯打到現在 你說有沒有在技術方面 或其他方面 所以布林肯講這種話 我們可以從其中探究到俄烏戰爭 另外他關心的就是 我們最重要是台海跟南海的問題 我跟你講台海跟南海 有一點我覺得很擔心的 就第二次我們剛剛講的第二次 王毅健 蘇利文的時候 是在曼谷談的 曼谷那天談完之後 1月16號 然後之後就發生一件事情 然後發生什麼事情 就是M5株3航線被抹掉了 對不對 那時候 雙方見面談了以後 這個中國方面講的 他雖然說還是講的什麼 富有建設性或美國 但是最後加一句話 富有成果性 中國講到底是談了什麼不知道 可是中國方面表示 他用的詞是富有成果性 然後緊接著我們看到 馬上中國就把5株3航線取消 由於這取消之後 其實美國沒有任何表示 沒有說不像以前派個飛機過來 在中間 海峽中間飛一趟 表示說這個維護航行自由 或劃一下中線 什麼都沒有到現在 就默認 等於說美國也默認了 這個解放軍 中共他們來講 取消了M5株3航線 這是讓人家擔憂的 另外來講的話 現在美國這次談的內容 還包括到中東跟朝鮮的問題 美國強調講了一句話 我覺得這是關鍵講的話 他講什麼 他會繼續照顧他盟友 跟友邦的一些利益 那代表什麼 代表美國已經慢慢 他承認他不再是一個 單極化的世界 他不見得說是全世界 他已經沒有能力全球都聽他的 他大概也承認 我們美中雙方要做好分歧管控 那就是中國來亞他承認 中國有一定在他的勢力範圍 他有一定他的盟邦 美國有他的盟邦 他只照顧好他自己盟邦 雙方來講我們明顯看得出來就是 這就是兩極化的社會 大概已經成型了 美國來講他就是什麼G7 或者這些友邦國家 那中國有他的金丹的一些 或G20這些是由中國在那邊做主 我覺得很明顯看得出來 這次是 美國的政策 美國的政策